于大姐明确地表达了 自己不在乎张大哥的农民身份 听到了于大姐的意思 张大哥心里的顾虑暂时放下了 随后张大哥主动跟于大姐 介绍起了自己的感情状况 我老伴哪像你呀 像你我那都冲南天门磕头了 我那老伴这一生啊 就是离了歪邪的浑身就倒是病 他是啥呢 开始是肺病 过去那时候 在咱们那年段就是啥呢 像这么家人肺病不算病 那时候就是肺病不好治 我得给他打小证 我得给他打吊瓶 都是我自己用 你也会了 全会了 不但我会了 我学会之后 连我家那孩子都会了 儿媳妇都会了 就是自己到冬天前感冒了 真正一半好不好 全都是自己用 买点药 他一个是看他心态好了 送了半天 是不是啊 都送了两次 自己爱心的大人 说这样人是难得 我就要找一个这样好心人 他真拿我当事儿 当老 就是长老了 一旦身体不好了 他也能 表示他这个心情 也能照顾 就互相能照顾 找就是找这样 对于张大哥 悉心照料老伴儿的事儿 于大姐很是认可张大哥 并表示自己就想找个这样的 能把自己当宝的老伴儿 调整眼识 调整眼识 说对了 调整眼识 这对了啊 哎呦我就是这样 你就一样嘛 你看咱说你心里去了 调整眼识 就是啥呢 少婚多数 我是这么个人 谁到你了 你大姐 这大事儿一样了 我也是少婚多数 一样肚脏健康 那你看 这就说明啥呢 说是那个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所以说你这个 他这个说话 他的投缘 他得直到双方的 肥的心啥情人 说你家趁多少钱 不如有一个好身体 身体就是你承受的本钱 哎呀 说太多了 怎么样 来啦 说一句 你看 老大姐 你看 我向你学习 这就是因为讲了 你就培养我 我是你的那个学生 这不是都上去完事了吗 太牵迹了 那不是建议 就是共同语啊 对 而且对于健康方面吧 还有共同的这个观点 就都喜欢多吃点醋 少吃点婚 对 就是又聊了聊 你觉得咋样是吧 聊聊的话还行 聊了行 你看他说话挺有 他不是说像没文化 挺有水平啊 大才说的啊 两个人的生活理念 还是很一致的 并且进一步交流啊 这俩人对彼此的好印象 又进了一步 随后张大哥说起了 自己的经济状况 我这是占地了 我是分了二母帝 我这总共 给我了二十万块钱 就在那儿 这是做我的养老生活费钱 二十万 到你手里了吗 你说到我手没有 我在银行里 那不就到我手了吗 你那直接 就到我这个折里了 就是我的 然后现在同时 大哥还有一份工作 就是在他们村里边 做环位 一个月能挣一千八 然后不是很累 就环位 对 现在都租房呢 那个回前楼正在建设当中 起码得三年这个 能扫完去了 那就看情况 那现在几年了 现在几年了你的房啊 现在就今年不是刚占吗 今天刚占呢 那今天刚占 那你租的房是哪儿的房子 我租是在我们本村的 人家该里当官的 我在人家那边租的 因为房子的环境挺好 我去了 那边了 今天上午我去了 啊 去了 嗯 那天上午我